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世界人物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之间的激烈竞争 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集会上不仅称哈里斯为疯子 还猛烈批评他的经济议程,声称自己更好看 另一方面,哈里斯在全国民调中领先 并得到三位前总统和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 他需要在接下来的辩论中反击特朗普,展示他的治理愿景 并解决经济和外交上的挑战 两人的对决将影响美国的未来走向,究竟谁能胜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一个秋天的晚上 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再次站在了集会的讲台上 他面对着数千名拥护者,高呼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口号 但这一次,他的目标不再仅仅是乔·拜登 而是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南华早报报道,这场集会充满了特朗普 对哈里斯的经济议程的批评和急性的个人攻击 昨天,卡玛拉提出了他所谓的经济计划 特朗普嘲讽道,他说他将在第一天就降低食品和住房的成本 但对卡玛拉来说,第一天已经是三年半前的事了 这场集会的地点选择也是别有异味 威尔克斯巴里,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 靠近拜登的出生地斯克兰顿 特朗普的长达90分钟的演讲中 不仅攻击了哈里斯的政策 更是直接进行了人身攻击 他说,人们说,要友善 你听过他的笑声吗? 那是疯子的笑声,那是疯子的笑声 尽管一些共和党人希望特朗普更多的关注经济 和移民等选民关心的实质问题 但特朗普似乎更喜欢这种个人攻击的策略 来自金斯顿的61岁朱迪 本身是特朗普的忠实支持者 他带着10岁的孙子参加了这场集会 这是他自2015年以来第四次参加威尔克斯巴里的特朗普集会 他表示不喜欢哈里斯的政策 但希望特朗普能避免个人攻击 他真的应该停止谈论他 本身说 但特朗普并不打算停止 他为自己侮辱哈里斯的权力辩护 并声称这些攻击正在提升他的竞选活动 特朗普的支持者们相信他的强硬作风 但一些人担心这种策略是否会影响选民的看法 根据悉尼城风暴的报道 卡玛拉·哈里斯正在全国民调中崛起 并在几乎所有的摇摆州与特朗普势均力敌 哈里斯在芝加哥的会议上获得了强大的支持 三位前总统 乔·拜登、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 以及希拉里·克林顿都将为他助阵 这种星际政治力量阵容展示出民主党的强大团结 而特朗普则孤身一人 依赖着他的基础选民 尽管如此 特朗普依然坚信他有能力击败哈里斯 他在集会上表示 从我宣誓就职的那天起 我将迅速降低价格 我们将使美国再次变得负担得起 然而 哈里斯正在努力展示他的经济愿景 他的经济一成指在通过新的补贴和税收优惠来减轻通胀 对贫困和中产阶级美国人的负担 尽管特朗普抨击这一平台为共产主义 但哈里斯的支持者相信他的措施能够带来真正的改变 哈里斯的竞选搭档 明尼苏达州州长蒂姆·沃尔兹 将与他一起参加在宾系法尼亚州的巴士之旅 为下周在芝加哥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做准备 哈里斯需要在这次会议上向全国展示他的领导能力 并阐明他对美国未来的愿景 然而ABC新闻报道 特朗普在集会上对哈里斯的个人攻击并未停止 他声称自己比哈里斯更好看 并质疑哈里斯为什么要参加民主党大会 特朗普还虚假声称哈里斯偷走了乔·拜登的总统竞选 并表示拜登生气并且恨哈里斯 特朗普的这些言论引发了哈里斯·沃尔兹竞选团队的强烈回应 他们指责特朗普依靠谎言和人身攻击来推销他的经济议程 又是一场集会 同样的老戏码 唐纳德·特朗普无法推销他危险的2025项目议程 这将使工薪家庭的税收增加3900美元 终止评价医疗法案 并剥夺我们的自由 所以他诉诸于谎言、人身攻击和混乱的咆哮 特朗普在宾系法尼亚州的集会并非没有挑战 他在演讲的开始有近8500人入座 但在讲话进行近一小时后 人们开始陆续离开 到他近两小时的演讲结束时 场馆只剩下半满 一些排队的人告诉ABC新闻 他们无法说服朋友来参加 因为他们对前总统在宾系法尼亚州巴特勒 遭遇暗杀未遂后的安全感到紧张 哈里斯在这场选战中面临的挑战 不仅仅来自特朗普的攻击 他需要在即将到来的9月辩论中反击特朗普 展示他的领导能力和政策愿景 哈里斯需要宣告结束特朗普时代的分裂和暴富 并成为美国民主和所有公民权利的首席捍卫者 特别是在堕胎、枪支暴力和投票权方面 哈里斯的支持者相信他有能力击败特朗普 但这场选战充满了变数 哈里斯需要联邦储备在9月会议上降息 以缓解选民的经济压力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哈里斯将有望在11月的选举中胜出 然而中东局势的变化 也可能对哈里斯的选战产生重大影响 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是今天民主党内最具分裂性的问题 这严重考验了阿拉伯和穆斯林美国人 以及进步民主党人对哈里斯的投票热情 如果战争扩大 将对拜登和哈里斯造成重大政治损失 特朗普将对这一恶化局势大家嘲讽 最终 这场选战的胜负仍然取决于 选民对经济和移民问题的看法 哈里斯需要展示他的领导能力 吸引更多的选民支持 而特朗普则依然坚信 他的强硬作风能够赢得选民的心 美国会与哈里斯一起翻开新的一页吗 还是美国会继续特朗普生活的下一章 答案即将揭晓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我是楚天书 首先我要强调 特朗普在宾系法尼亚州的集会上 对卡玛拉·哈里斯的个人攻击完全是不合适的 这种低劣的手段显示了他对政策辩论的无能 哈里斯提出的经济计划 包括降低食品和住房成本 是切实解决普通美国人生活压力的政策 至于特朗普 他连自己的经济政策细节都说不清 只会喊口号 这是一种明显的政治空话 嗨 大家好 我是谢琪琪 楚天书你也太天真了吧 特朗普的集会一向充满戏剧性 这才是他的魅力所在 说他比哈里斯更好看 只是闹着玩 谁当真啊 而且他批评哈里斯的经济计划是共产主义 这是他一贯的政治风格 用极端的措辞来激起支持者的情绪 这种战术虽然激进 但不得不说 他的支持者们可吃这一套 谢琪琪 我得说这些戏剧性搞笑的言行 其实是偏离了正题 美国目前面临的是高通胀和经济挑战 特朗普应该专注于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 而不是搞人身攻击 他在集会上自吹自泪 说自己可以立刻降低价格 但实际上 他的政策缺乏细节和可操作性 哈里斯的经济政策则有具体的措施 如食品津贴和住房补贴 这些都是直接汇集民众的实际举措 楚天说 你这抹正儿八经的分析 我都快睡着了 特朗普的集会就是一场政治秀 他不需要细节 他的支持者也不在乎细节 他们要的是激情 是那种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豪言壮语 再说了 哈里斯的经济政策真的有那么神奇吗 你们民主党老师说要给这个补贴 给那个优惠 结果呢 还不是打肿脸充胖子 最后都得靠加税来填这个大窟窿 谢琪琪说到加税 这可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了 事实上 过去几十年 富人和大企业的税率一直在降低 而普通民众的税负却在增加 哈里斯的政策目的是 重新平衡这种不公的税收体系 让富人多交点税 普通人少点负担 至于特朗普的豪言壮语 这些只是空话 就像他曾经说要建边境墙 结果呢 墙没建起来 问题依然存在 楚天书 你也真是搞笑 好像哈里斯上台就能变魔法似的 富人交多点税 他们就不跑了 企业多交税 他们就不裁员了 特朗普建墙的确效果不佳 但他的政策 至少让人们看到了行动 哈里斯的补贴和减税政策 听起来很好听 但最终谁来买单 还不是普通纳税人 所以不要被那些美好愿景 给蒙蔽了双眼 现实和理想总是有差距的 六度解析 今日华尔街特别节目 全世界顶尖的媒体 全世界顶尖的智库 对时局的及时报道与分析 独一无二 六度解析 随时奉献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